我是謝澳洲 我是張借凡 訂閱新聞大白話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最新影片立即通知政治平息第一手掌握 那另外當然 今天已經進入了國民黨民調第三天了 各個陣營都要衝聲勢 那當然就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了 像是首先我們來看韓國瑜好了 他畢竟還是高雄市長要拼市政 所以也不能跑跑啊 他只能利用一些空檔的時間 接受媒體的專訪 像是他昨天晚上接受友台的專訪 請注意 今天他利用中午午休的時間 就接受我們新聞大白話的專訪了 這個專訪內容如果你很期待的話 你也不要轉台 等一下五點鐘 我們會全程的播出 今天韓國瑜是利用他中午午休的時間 接受我們的專訪 所以也是滿辛苦的 因為當事長有很多的市政行程要走 只能利用一些空檔來接受訪問 像他昨天他就說了 他對於現在台灣的一些狀況 他覺得民進黨現在操作的就是仇中反中 蔡政府的做法 就是執政三年不認真 選舉到了就搞衝突 特別他也向綠軍喊話 說台灣兩隻腳是民主自由 兩隻手是握遍全世界 心是民所苦 用盡一切的腦在賺錢 就會發現天不怕地不怕 他講的是自己了 民進黨就是怕這怕那 他說你看當初馬英九也沒賣台 只是賣了水果 所以他想幫台灣找到一個定位 所以他昨天其實又再度提到了他的塞子說 說下象棋 其實下完就沒了 但是塞子可以讓浴缸的水儲存起來 泡完澡還是要留著 那台灣當塞子的話 就可以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瑞士跟泰國一樣 不會受到戰火的波及 昨天韓國瑜接受電視專訪的一些說法 那朱立倫呢 朱立倫則是利用這個星期的時間 不斷地開記者會 當然同時他的臉書也一直在推 他星期一開的記者會叫做 經得起檢驗的最好 說的是他自己 星期二的是年輕的最好 因為這幾個候選人比起來 他確實是最年輕的 今天他打出的是能團結的最好 已經打出了所謂的團結牌了 他說自己是最能夠整合黨內的最大公約數 是最能夠團結黨內 團結藍軍 團結中華民國的人選 他能夠讓美國安心 讓大陸寬心 讓民眾有信心 好多心 這是朱立倫 這個不斷地開記者會 郭董就比較有細一點了 郭董落淚 這個台灣首富落淚 也算是大新聞了 那看看啦 當然今天的報紙 如果你有觀察的話 會發現如果我們用四大報來看 有三大報 自由蘋果跟聯合 下面都有半版的搶救郭台銘的廣告 而且今天事實上 我用手機滑這個電子報的時候 也是只要按一條新聞 郭董就會跳出來叫我搶救他 這樣子 所以這個廣告也是下的滿多的 唯一只有大概就是中國時報 郭董沒有去下 他沒有去在中國時報搶救郭台銘 那到底要怎麼搶救郭台銘呢 來你看看他昨天哭了 昨天他的行程是到桃竹苗這一帶 那苗栗的縣長徐耀昌全程的陪同 徐耀昌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韓國瑜當時在新竹造勢的時候 徐耀昌說他有事 他並沒有去參加韓國瑜的造勢活動 但是他昨天跟郭董 郭董到苗栗的時候 他跟郭董在一起 所以是不是徐耀昌也表態挺郭了呢 那昨天這個行程當中 郭董有跟一些身心障礙的朋友 同居一堂 那其中有一位腦性麻痺的患者 他就跟郭董比了一些手勢 郭董當然看不懂 就透過旁邊的老師 旁邊的工作人員翻譯就跟他說 原來這位腦麻患者是要跟郭董說加油 郭台銘感動 立刻都把血流出來 然後就拿手帕出來擦眼淚 這個畫面也被媒體捕捉到了 另外是他接受靜週刊的專訪 他在靜週刊的專訪當中 據說在訪問的過程當中 也因為選情的緊繃 激動落淚了 所以如果這樣看起來的話 郭董最近可能情緒真的 比較激動一點 很容易就落淚 不過其實郭董 最近很成功打響的一個話題 就是他提出了 零到六歲的孩子由國家養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說他成功 因為他持續的發酵 而且各方陣營的候選人都急著 要回應他這個問題 那他當然今天持續還是在探討 這個議題 他說他不但要做零到六歲的孩子國家養 而且要傾家蕩產的做 他說立法院如果藍軍過半 那一定是要通過這個法案的 他也呼籲支持者 你們這幾天要辛苦一點 在家幫他 在家幫他 手電話要挺他 如果認為有人做得比他更合適 他也說他也尊重大家的選擇 我再回答一個問題 我的證件一開始大家都 你看連朱市長都同意了 要去做期待學做所有的東西 這就是我大健康產業一環 他聽懂了 他不再反對 我剛剛進來好多媽媽說 你的零到六歲非常 你看國家 柯市長我想也是應該贊成 我是覺得國家沒有年輕的一代 我們天天講這句話 宇宙的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 濟起的生命 如果台灣人口老化 台灣人口的年齡少子化 台灣的人口到經過幾十年後 變成1600萬 我們所有的建設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空談 我們今天我提到零到六歲 大家就跟我算帳 這是國家最高的戰略標準 我不但要做 我是傾家淡產的做 我相信國家所有的立法院 只要過半一定會通過這法案 這是國家最重要的希望 所以我是在這裡呼籲 不管是你柯粉也好 或者豬粉也好 今天在此為期存亡之秋 今天如果讓一個懂經濟 懂產業 懂未來 把可以台灣帶到 帶到新的境界人 你們就在這幾天辛苦一點 在家裡面來挺我 如果你們認為 我的選民 如果你認為 有人做得比我更合適 我郭台銘尊重人民的選擇 謝謝 好 這樣聽起來 郭董也是很有風度 他說如果有人 觀眾朋友選民覺得有人做得比他好的話 他尊重 但他剛剛提到說不管你是柯粉也好 豬粉也好 他可能口誤了 因為柯粉大概沒有辦法在家幫他手電話 他講的可能還是藍軍的支持者 當然郭董昨天又端牛肉了 最近他在議題設定方面打出了一些議題 就像我剛剛提到 零到六歲 孩子國家養這件事情 成功的引發了迴響 昨天他就主張說要由政府成立一個專門的身心障礙人士保險基金 要以100億元為出奇的基金 然後讓這個全公益性質的保險公司 對於所有需要的人提供保險來照顧最弱勢的族群 而且昨天他其實是跟前立委楊玉欣身心障礙的立委 就是楊玉欣一起出席的這場活動 說出了這個主張 同時他也講到了軍公教 為什麼呢 因為行政院的人事行政總處今天要討論 所謂明年度軍公教要不要加薪的問題 很多人就把這件事情拿來問郭董 郭董就說 紅海都已經宣布加薪要7%了 那你軍公教加薪的幅度不應該比紅海低 言下之意是不是軍公教加薪也要7%呢 而且他說退休金不要給人家砍掉 加了就要加一輩子了 當然這個公務人員的加薪 其實過去每年都會被拿出來討論 只是有一時候有加 有一時候沒有加 那市長每年討論的時候都是說 今年是加3% 加5% 還是加7% 但是好像最後我們的政府都會決定加3% 都很保守啦 像是馬英九總統執政8年 他有幫軍公教加過一次薪 加了3% 蔡英文總統去年啦 就是你記不記得那個 他的第一任行政院長林全說 沒有 我們財政有困難啦 公務人員沒有辦法加薪 結果換了這個賴清德上來 當行政院長之後就說OK了 這個軍公教加薪也是3% 都是3% 所以軍公教在過去的這11年 兩位總統從馬總統開始到蔡英文 做到今年為止 總共加薪了6% 那郭董的說法是說軍公教 加薪要跟紅海一樣7% 比過去11年都要來得更多 所以剛才我們也問了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李萊希 他就說啦 郭董要加薪7% OK啊 樂觀其成 還希望如果其他的這個候選人 看是不是能夠含出11% 12%更多的 對於公務人員來講 當然都是好事 只要國家財政可以負擔 那這個李萊希之後 也對郭董喊話說 你要照顧退休人員 如果現在現任的軍公教加薪 那原本退休的公務人員 你也要照顧一下 這個是郭董的部分 那另外也有牛肉 這是朱立倫了 來看看這個會不會也成為 一個很成功的話題呢 在這個郭董提出了 0到6歲的孩子國家養之後 事實上大家就注意到的是 少子化的問題 跟大家報告 我都只敢生一個 養不起 沒時間養 那很多的這個女性朋友 可能都會覺得忙著工作 最後等到結婚 想要生小孩的時候 年紀可能已經比較大一點了 可能整個身體的環境 甚至是卵子的狀況 也都並不適合懷孕生小孩了 所以朱立倫就提到說 動卵這件事情 她覺得她的政策是 政府要來補助 那補助的方案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她說台灣每年大約有6萬的女性 會進入34到39歲的年齡區間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要過34歲就叫做高齡產婦了 那現在方間的動卵手術費用 大概是8到12萬 所以朱立倫她就抓10萬塊 就是假設你做一次動卵手術的費用 是10萬塊 她目前規劃是一次性的補助 然後有一些排富條款 就是政府補助你一半5萬 估計每年的經費最高不超過25億元 希望能夠幫助這個 解決燒子化的問題 同時還有就是人工生殖的部分 每年預計也會增加10億元的經費來補助 大家都知道人工生殖 其實費用相當相當的高昂 但是因為整個社會現在壓力很大 所以確實不孕症的情況也越來越多 所以這是朱立倫提出的 來這個挽救燒子化的一些方法了 就看看能不能引發大家的共鳴 另外現在說在線上聽我講話的是 好 前立委 孫大謙 大謙委員 你好 是 劍凡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謙委員 我要跟你問一個問題 這個昨天周錫瑋現場 在上我們現場的時候 他就直接說了 國民黨第一天的民調結果 發現已經有了1000份的有效樣本 第一名 第二名 差距很多 這立刻我們的觀眾 大家全部都很High 有些人是很緊張 有些人覺得很高興 但是我要問你 這個數字可以提前這樣公布嗎 這樣會不會造成更大的困擾 因為每一個候選人都有派工作同仁 到現場來監看 那麼當然在監看的時候也會做一些記錄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 因為在監看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不是每一通都聽到的 所以究竟我們手上所聽到跟看到的 是不是就代表全部恐怕還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再加上這些民調的結果做完之後 可能還要經過加權重新來做計算 所以其實第一天跟第二天 你說就可以看到最後的勝負 我覺得現在都言之過早 所以還是請所有關心國民黨初選的各位好朋友 要守在家中守著電話 才能夠真正表達你對你的支持者最大的幫助 那委員目前看起來 因為五個陣營基本上都會派人到這些民調公司來監看 那每天會有一個結果封 就是最後會封印起來 那這個結果是這些監看人員都看得到的嗎 還是其實都是要等到最後一天就是14號過號才大家一起打開看 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在14號過後 甚至要15號早上才會拆封然後進行計算 因為我過去曾經參加過一次台北市長的黨內初選 所以其實我知道最後的結果一定是要等到拆封之後 才能夠看到真正的數據 所以您說在監聽的時候就能夠看到實際排名的狀況 當然這個趨勢可能可以有一些了解 但是它並不代表最後的結果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我們所有的庶民朋友 請大家要繼續堅定的守在家裡頭 才能夠對我們所支持的候選人真正的有決定性的幫助 大謙委員你有沒有聽到你的一些支持者告訴你說 最近接到的民調電話除了那五家國民黨民調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民調 當然有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支持的好朋友 大家都會在網路上傳遞這個訊息 所以當大家接到是民調電話的時候 其實都很開心 但是後來才發現說這個民調不是國民黨的那五家民調 那麼我相信因為在這個禮拜恐怕也有其他的機構 也在進行國民黨總統初選的一個預測 所以我要呼籲所有的好朋友 國民黨的五家民調的機構 我相信大家在媒體上都看到是哪五家 所以如果不是這五家 你現在接到的民調 也請大家很有耐心的把它做完 但是就不要掉以輕心了 因為這代表的是真正的國民黨的民調電話 可能隨時都會打到你家來 所以就是可能還沒有接到的意思 委員這樣好了 因為你說今天如果就這樣的風向 包括今天我們看到蘋果 這個匯流都做了民調 韓國瑜市長好像領先的很多 但你覺得如果就策略上來講 這是好的嗎 或者是這樣的風向吹出來 最後是有利韓國瑜 還是有利郭台銘 還是有利朱立倫 你怎麼評估 因為坦白講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媒體民調的起伏 一直都很大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 您剛才提到的這幾家媒體的民調 對韓市長很有利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在先前同樣的媒體做出來的民調 對韓市長未必有利的 所以現在的這個民調 是不是就代表一定是最後的結果 畢竟它不是這五家民調公司 所以這樣的民調數據可以做一個參考 但是絕對不能夠從此就覺得高枕無憂 然後就穩超勝卷了 我覺得現在講這個問題 恐怕都還太早了 委員那你覺得你自己判斷 當然因為你剛剛提到有很多的民調同時在進行 可能大家也都很想要知道 就是支持的情況 會不會真的有餘木混珠的就是惡意 就是其實它不是民調公司 它就是在亂的 你覺得有可能有這樣的狀況嗎 過去在民進黨的黨內初選的時候 我們的確聽到非常多各式各樣的傳言 也有各式各樣的面對民調的一些操作的技巧 但是會不會在國民黨的黨內初選發生 我並不知道 因為至少我可以確定的是 韓國瑜陣營從來沒有做這樣的事 也不會做這樣的事 但是我相信 我也期望我們所有國民黨的參選人 都能夠在這一次的黨內初選的過程當中 打一場乾淨的正面的開心的初選 好大謙委員如果這個初選很乾淨很正面 但是選出來之後結果發現有人輸了 但是他剛好又沒有簽那個初選公約 你覺得他會托黨參選嗎 其實黨內初選的公約 過去參加過黨內初選的人都知道 它幾乎是你要參加黨內初選的 一個必要的程序 就是我跟大家報告過說 我過去曾經參加過一次台北市長的黨內初選 這個公約是你在報名的時候 你就要交進去了 它就是一個要件 就是如果你不交 你就等於沒有完成初選登記 所以其實這一次黨中央對於 這次的總統初選的參選人 相對來說是很寬容的 那麼我相信 我也期望 既然所有的這些初選的參選人 每一個人都說是為了中華民國 為了台灣 為了中國國民黨 那麼不管這個結果如何 也都希望大家記得當時的初衷 不要忘記當時參加黨內初選的初衷是什麼 不要忘記當時對台灣人民 對國民黨的同志所做的承諾是什麼 那麼如果大家都還記得 我相信這一次的初選的結果 一定是一個快樂的結局 可是今天有人不太快樂 大清委員你有看到郭董生氣了嗎 他今天炮轟黨中央 如果你們繼續這樣下去 就等著被殲滅 你怎麼看今天這個發展 郭董今天的發言 其實他主要在反彈跟反應的就是黨中央沒有接受他50%的手機民調的建議 但是我要在這裡跟各位觀眾朋友來分享的是 其實當時我是參加初選協調會的代表之一 當時反對手機民調的並不是任何一個陣營 而是國民黨中央的民調小組一開始就提出來一些相關的學術的論述跟主張 認為在現階段如果沒有辦法解決一些母體的取樣跟這個家權 跟這個身份跟地點認證的問題 做手機民調很難達到一定的準確度 所以當時國民黨的民調小組 我記得提出了8點還是9點 他們認為至愛難行的一些困境 甚至連張亞中教授的助理那天還特別被我們邀請進現場 張亞中教授的助理也很仔細的解釋了一下 為什麼手機民調是不可行的 所以其實是在一個充分的討論 跟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共識之後 才把手機民調這樣的一個想法 把它暫時擱置下來 因此我並不覺得說 這是任何一個特別陣營的杯葛 或者是黨中央刻意要為難哪一個陣營 因為當時的討論的氣氛其實還是蠻和諧的 所以既然已經進入到了黨內初選了 民調都做了這幾天 我覺得大家就有耐心的把民調做完 說真的我剛才一開始就講 這幾天一開始民調稍微落後 並不代表你後面這幾天會落後 同樣的這幾天的領先 也不代表一定會領先到最後 所以每一個總統初選的參選人 在這個時候其實就是表達你人格特質 跟氣度和風度的一個最好的時機了 希望每一個參選人都能夠記得 你們的表現就是國民黨的顏面 那麼為了讓大家能夠重新 對國民黨燃起熱情跟希望 也期望每一位總統初選的參選人 都能夠謹慎的表達自己的情緒 謝謝大謙委員 謝謝委員跟我們分析 好 我們分析 好